好 現在我要實際上的用這些鼓棒來敲擊看看 那我也必須說明一下 因為我現在手上的鼓棒蠻多的 我會找其中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來做對比 我先說明一下在敲擊在小鼓上面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 如果你當場拿著各種不同的鼓棒敲擊在小鼓 或許你可以聽得出聲音的差別 但是透過麥克風收音 我不曉得呈現出來的結果會不會能夠讓你分辨其中的差異 以小鼓來說的話 主要的差異我覺得不是在於鼓棒的頭的形狀 不是那個taped形狀 反而是在鼓棒的重量以及握感 揮動起來以及握的手感是你要的那種感覺 那力量的傳導也是你要的那種感覺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就如同我前述所說的 如果你想要比較有力量的揮擊的感覺 你可以選擇比較粗一點的握感 比較硬一點的材質 然後鼓棒的這個棒頭可以稍微大一點的 你敲下去的時候你會覺得顆粒比較大 力量的傳導比較好 那反過來你不在意非常巨大的小鼓聲響 你希望是靈巧以精密的點來表現你的演奏風格的話 你可以選擇鼓棒的這個tap這個頭比較小顆一點的 然後shoulder比較長一點的 也許棒聲短一點比較輕一點讓你方便操控 但是過於不急都不好啦 太短短到一個程度你會覺得其實不是很好打 我們現在來實際上打打看小鼓 我先來用這個醬的5A 這款鼓棒來敲擊 接下來我試試看Vick First的American Jazz 它是shoulder比較長一點 再來我用這雙是Ahead 5A的鼓棒 這雙鼓棒的材質不一樣喔 它的棒聲是鋁製的 然後鼓棒頭是尼龍材質 它的配重也是偏前端比較重一點的 往下揮比較有一個明確的加速感 現在試試看這個Mino的7A的鼓棒 接下來試試看這個Oak橡木的鼓棒 Tama的這一雙鼓棒 接下來是這一款我還沒有試過的 N-E-1 再來這一款是Vick First的Modern Jazz 這一款鼓棒稍微長一點 然後棒頭是橢圓形的 我現在先補充一點 就是剛剛我在使用各式各樣的鼓棒 在敲擊小鼓的時候 這些聲音也會受到每個人握鼓棒的姿勢 每個人揮擊的姿勢 跟每個人用力的方式 甚至跟它的體型 跟很多的因素都會有關 所以在這些聲音的比較上面 你看到我畫面上敲擊的這個聲音 如果在當場有另外一個人 拿著一樣的鼓棒去敲在小鼓 一樣的小鼓上面 可能那聲音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玩玩看其他的器材 打在小鼓上面的聲音 畫面上看到的是鼓刷 這是Vick First的一雙鼓刷 這一款非常經典 就是Heritage的鼓刷 鼓刷基本上在敲擊的聲音 在我其他的課程裡面有說過 它除了敲擊還有刷動的 這些模式去發出聲音 但在這裡對比鼓棒 我就直接以敲擊的方式 這是敲下去之後 就直接壓住的聲音 如果是反彈的聲音是 另外我手上的這雙鼓刷 是可以調整它的 這個刷線打開的幅度的 如果我不要打開那麼多 稍微收起來一點 現在接觸面積會比較小一點 那刷線會比較集中 聲音也會不太一樣 接下來是畫面上這個 塑膠的尼龍的鼓刷 它敲擊的聲音也不太一樣 因為材質不同 然後這個刷線的長度 打開的幅度都不一樣 它的聲音你聽聽看 接下來是塑膠 上面是一塑一塑的這個RE 這個RE的數量 跟它粗細的程度 也會影響到音色 好直接敲擊看看 接下來是這種羊毛沾的頭 敲敲看 這雙鼓棒其實是有這種 正常的傳統木頭 帶一點圓形 帶一點方形的頭 我們聽聽看它的聲音 順便來對比一下這一雙 這個Vic First的這一雙 一樣是American Jazz 但是它是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的鼓棒 我來趁機說明一下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的鼓棒 它的這個木質結構 因為很狠的使用 一段時間之後它會稍微的鬆一點 所以力量的傳導會比較弱 那有的時候會像這個畫面上 這個鼓棒的棒頭 已經不圓了 你看到這邊是已經有 崩掉一塊 因為這個木質結構 在某些特定的角度 剛好敲到的時候 它就會掉落 就會崩解一塊 那這樣使它的敲擊的面 接觸的面就比較不好控制 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會淘汰這樣子的鼓棒 但我覺得這個敲起來有另一種樂趣 我會把它保留下來 我聽聽看它打的聲音 我把它跟比較新的同一款鼓棒的聲音 來比對給各位聽聽看 這是比較新的 American Jazz 你會發現它的力道傳導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比剛剛很舊的那一款 比起來它會好很多 所以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一種鼓棒 即使是你非常喜歡的很順手的鼓棒 你都要注意你的鼓棒的新鮮程度 所謂的新鮮程度就是 當它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整體的性能表現 其實會慢慢的下降 所以你要去 注意這種手感上的變化 聲音上的變化 力道傳導的變化 在適當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更換鼓棒了 更建議的做法是 我會隨時準備 兩雙到三雙以上的鼓棒 其中有一雙是最新的 只要一對比我就會知道 其中狀況最差的那雙鼓棒 隨時就要太舊換新了 我是用這樣的方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 接下來我要在這些 把這些鼓棒 在銅拔上面做一個 敲擊的測試 我覺得在銅拔上面 敲擊鼓棒會更加的明顯 等一下我會以Ride為主 因為不是在Crash上面 因為一般我們在Crash上面 敲擊的時候 就是一個 重點就是在於力量的傳導要很很重 要的是那種爆炸性的聲音 那我覺得在Ride上面 更能夠聽得出來 這些鼓棒的差異 所以等一下會以 在Ride上面的測試為主 現在我要在Ride上面測試這些鼓棒 那一開始我一樣用 我覺得這一次 最適合作為標準的 就是醬的5A 這款鼓棒 這款鼓棒的長度是406公里 鼓棒頭是 橢圓偏向三角形 我們先說明一下 在敲擊的時候 握棒的這個位置 那 我們通常會在鼓棒的 大約1 3分之1的位置 作為一個 比較中庸的 比較建議的 所以我拇指跟食指 會捏在大約1 3分之1的位置 當然等一下我會試試看 調整各種不同的位置 讓各位聽聽看聲音的差異 來囉 我們先試試看 再點在Ride上面的聲音 為了有一個基準旗艦 我等一下會敲在 這個畫面上 UFIP的F這個位置 來囉 現在我要試試看 把我的拇指 拇指 捏鼓棒的位置 再往前 往鼓棒頭的這個方向移動一點 聽聽看他的聲音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往前移 所以在重心前面的這一端 重量比較少了 所以 打下去的聲音顆粒感 會稍微弱一點 其他的角度方面 用力方面 用力方式方面 都沒有差異 我再往前一點點 聽聽看這個聲音 接下來我握到最後 最後面這一端 聽聽看聲音 有什麼不一樣 這時候 在我的拇指 食指前的這一段 鼓棒是比較長的 所以重量會比較重 我聽聽看 接下來我用這雙鼓棒來測試 就是以拇指 食指捏的位置 這個支點的位置 不變的情況下 我們來說明一下 鼓棒的不同的角度 所敲擊造成的 音色上的差異 因為這個鼓棒頭是有點偏向 三角形的這樣子的造型 所以在比較平的時候的接觸面積 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 如果我的手往上提 畫面上看到這個角度比較高的話 接觸面積會比較小 會影響它的力道傳導的方式 所以聲音會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一樣敲在F的這個位置 聽聽看 我先從比較平的聲音開始敲起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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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試用另外一款鼓棒 就是我常用的American Jazz 這一款鼓棒 一樣的重心位置 那一樣敲在F這個位置 我們來先比較一下這兩款鼓棒頭 你會發現American Jazz 這個鼓棒頭稍微小一點 但是它的形跟這個醬的5A 基本上是非常一樣的 它只是顆粒的大小不一樣 當然它們材質是一樣的 然後長度也是一樣的 另外就是這個American Jazz 3 AJ3 American Jazz 3號這一款的鼓棒是比較細一點點 重量也稍微輕一點 然後它的shoulder比較長一點 聽聽看它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你可能會發現它的聲音細緻很多 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它的這個 鼓棒的這個tip 這個頭比較小顆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也有可能是它比較輕 也有可能是它的shoulder比較長 這個是一個綜合起來的結果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喔 一樣的這款鼓棒 採用不同的角度來敲擊 從比較平的角度 一直到比較大的角度 聽聽看 我們順便來比較一下這個新的AJ3 這一個American Jazz 3號 跟比較舊的American Jazz 3號 聽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我特別找一個這個鼓棒頭有一點崩解的 崩掉一半的這一款 好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舊款的 也不能說舊款 就是被我用舊了以後 它打起來的聲音是這樣子的 相信你有發現 就是這個比較舊的這個鼓棒 不管我的角度怎麼調整 打起來聲音好像都差不多 至於這個比較新的鼓棒 我們再聽一次 新的鼓棒在不同的角度切換的時候 出現的聲音變化就比較多 可以讓你操控的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接下來試試看 另一款 這一款可能現在沒有生產的 就是一樣是Vic First的 這一款 Modern Jazz這一款鼓棒 這個鼓棒跟 這個American Jazz這一款比起來 它比較長一點 我在畫面上對比 你會發現只差一點點 差一點的長度 但是這樣的長度 在手感上面 就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了 我們來對比一下 American Jazz 跟這個 Other Jazz的聲音 有什麼不一樣 我來換不一樣的角度 我來換不一樣的角度 這款Modern Jazz的鼓棒頭 是比較大顆一點 然後是比較偏向橢圓形 所以你會發現它 在這個角度切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音色上 除非我角度切換到很大 不然它的音色變化 其實沒有像剛剛三角頭的變化那麼大 另外就是它的 shoulder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由於它比較長 所以它的反彈感跟比較短 但是shoulder比較長的 這一款 American Jazz 不太一樣 American Jazz給我的感覺是 快 然後反彈很靈敏 但是很輕巧 那這一款 Modern Jazz感覺就是 它的反應是比較慢的 如果 有人喜歡這樣的手感的話 會 滿享受這種感覺的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這一款 Ahead 5A鼓棒 那我們講過它的配重是前端比較重一點 然後它的這個頭是尼龍頭 敲下去的聲音不太一樣 聽聽看 接下來試試看的是這一款 Miner的Standard 7A 雖然說它的規格是7A 但是跟American Jazz比起來 我覺得這個粗細的感覺 握起來感覺是很接近的 那它的差異就是 跟American Jazz比起來 它的這個shoulder 比較粗一點 然後也稍微的短一點點 它比American Jazz 更偏向三角頭 頭也比較大顆 另外它的長度跟 American Jazz 3是一樣的 雖然我這一款 骨棒還才剛買到手 所以說在使用的經驗 並不是非常的充足 但是以外觀跟我對它的規格了解 我對這雙骨棒是有一些期待的 我來敲敲看 我不知道麥克風能夠捕捉多少這種音色上的差異 這是一款我目前在剛剛試的這些骨棒裡面比較起來我覺得它的透過角度的控制可以創造最多聲音差異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這一款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這一款 TAMA的O-collab 上面有一個Swing-in Swing-in應該是可能就是它的型號了 那看一下它的長度 比American Jazz還要短一點點 骨棒頭是 比較細小的但是是橢圓形的頭 說細小其實也跟這個 American Jazz的三角頭大小差不多 它的材質是橡木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是比較硬一點的材質 以我的經驗是聲音比較亮的 但我還沒有試過用這雙在銅巴上面敲過 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剛剛敲的感覺沒有以前的經驗中的 預期中的聲音亮度那麼亮 我覺得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期待它在耐用度上面可以有所發揮 今天試用的最後一雙骨棒 這個是比較接近方形頭的 這一款是Vic First NE-1 它的長度比American Jazz還要再短一點點 就是在目測上面大概也許短個 0.2-0.3公分而已吧 但是它的握感比較飽滿一點 是比較粗一點的骨棒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敲擊的聲音 我的感覺是這個方形的頭 它在敲擊的音色上面感覺就是兩段 不像三角形的有多段的調整 至少有三段以上的音色 那這個方形頭感覺就是平平的敲大概是一個音色 到某個角度以上音色產生一個變化 突然聽到另外一種聲響 但是在更多的角度好像聽起來也是差不多 再試一次聽聽看 另外我要說的一點就是 我手上的這一款NE-1 我剛剛看了它的標示 其實它還是胡桃木還是Hick tree 但是剛剛打起來的手感跟聲音的感覺 讓我覺得有一點像蜂木 我覺得這一雙給我的手感有一點點像蜂木 可能是我的錯覺 當然有的時候跟古棒的存放有關係 以及跟它原本的木質也有關係 有些古棒的品牌它的品質非常的穩定 你買到的每一雙不僅配重一樣 連每一雙的這個木頭的材質密度都覺得差不多 但有的古棒你會覺得落差就比較大 這跟店家的存放也會有一點關係 有的時候我選擇的古棒 如果是來自店面存放太久的店家的話 這個由於可能因為受潮的關係 當我拿到這雙古棒 我會覺得重量比較沉比較硬 那它在揮動的時候手感沒有那麼好 那如果是比較新鮮的古棒 甚至是從整包已經有密封的狀態下 拆封拿出來的古棒 你的確會感覺到那雙古棒揮動起來的手感很輕 很好揮動 那共鳴聲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還是回到那句老話 不管你喜歡的是什麼樣規格的古棒 有一個重點就是你要選擇新鮮的古棒 用太久的話你就應該要做一個更換 我們是一直保持對古棒的喜新厭舊 另外就是你在選擇的時候 希望可以選擇不要受潮的古棒 有時候雖然這雙古棒沒有打過 但是放了太久 受潮了之後它的手感也會變差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